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意外里面捡到一张彩券 而这张彩券中了头奖 奖金有好几个亿 让男主整个人混都飞了 但没想到在风的吹谱 彩券就飞到了北韩去 也这么刚好被北韩的军人捡到 为了平分这个高额的奖金 他们决定攜手合作 世纪南北韩合作就此展开了 既其电影院的选择颇多 但喜剧成分的电影就比较少 于是嘉一便选择了热透大作战 没想到本片的笑点真的是多的吓人 还让嘉一在戏院里面笑得乱七八糟 而且笑得让人家印象深刻呢 剧情其实非常简单 就如同前面所说的 两国军人们的携手合作 讨论出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交换彼此的军人作为代价 以防有人偷A钱不回来等等的 没想到这一个交换 却为双方造成极大的困扰 因为交换的人表现过于亮眼 使得长官非常看重他们 只得提早结束 最后他们顺利换为彼此的军人 也拿到一点钱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即便剧情简单 但编剧在笑点编排上面可说非常用心 无论是彩券意外的设计 两国间的谈判 还有选歌也太经典 选了一首嘉一很熟的歌曲 那就是Brave Girls Rolling 去年在韩国歌坛逆袭冲上第一的歌曲 也成为韩国国民神曲之一 只要你听到副歌 你就会跟演员一样摇起来唷 简单来说 《乐透大作战》是不可看的佳作 电影非常清楚自身的定位 无所不用积极的拿出各种笑料 只会让观影者笑出声来 确实他们成功了 如果你还没想好要看什么电影 如果你想带家人好好的笑一回 选择《乐透大作战》就对了 我是嘉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